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午安 有請我們高部長 部長,記得上一次我在委員會裡面 特別要求你 假如本期 要 上釣魚台 來 對主權做一個宣誓 你願不願意保護我 結果你竟然回答說 要用戀力保護我 請問你 今天 下午 宜蘭縣有這麼多的遺傳 將近百燒的遺傳 為了 維護我們遺權 捍衛我們的遺權 為了求生存,求生活 不顧死活 那麼多人自套腰包 要做這樣的 富裕的行動 你 國務部 請問你拿什麼來保護這些移民 我想向委員報告 這個為了今天下午 這個 漁民的活動 昨天在 國安會特別召集了一個會議 對相關單位 都做了一些分工 我們主要要 是維護我們這些所有漁民朋友的安全 這個部分 主要的任務 護漁的工作 是由海巡署來負責 至於後續 我們支援海巡署的各項的海空兵力 國防部都完成被變 昨天的國安會議誰主持 有什麼決議 他有決議 誰主持 是由國安會的秘書長 成總統之命交付各項任務 所以總統今天也知道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嗎 知道 那我請問你 國防部有沒有提升戰備 我們 有沒有需要提升戰備 我們沒有提升戰備 我們今天下午對各項的 這個征詢的兵力都完成被變 所以下午這個相關的這個 恒聚所的這個指揮層次都會提高 今天釣魚台的風雲密布啊 是 今天不只是我們台灣有100艘的漁船在那邊 是 大陸上個禮拜 就有2000艘的漁船 是 其中還 大陸方面還派出 10艘的海艦船 6艘的漁船 是 這些都配備武器喔 那我們這些移民是沒有啦 空手吧 過去 只要到 釣魚台海域 我們這些移民的漁船 就要受到生命 遺傳上的一個損失 一個風險 我請問你 萬一 日本 我們是為 船隊呢 用他們的船隊 衝撞我們遺傳的時候 我們國防部怎麼辦 小委員報告 這個任務 全部 目前的分工啊 第一線的護漁的工作 是由海巡署來執行 至於後面的後續發展 我們國防部 在這個整體的規劃之下 會做一個應援的做法 那我請問你 中國跟日本有沒有可能 立即發生到軍事的衝突 在未來的研判上 我想 短時間之內啊 大家現在都有一些大國做調解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希望不要發生武力的衝突 那假如發生呢 假如發生 我想 政府都會有一套完整的措施跟指導 部長 是 我覺得你這樣的回應喔 我不能接受啊 是 現在國際媒體都知道 萬一擦槍著火 是 萬一遺產對撞 萬一 這三方 日本中國跟台灣 各自為了爭取自己的遺權 不顧生命 群眾是盲目的 對 政府要有一套完整的措施 對 所以我建議你 要提升戰備 甚至 在還沒有戰備之前 你要完全 要有一套 軍事演習的一個準備 我想在這裡齁 我必須要跟 這也不是國防部一個人 相關的 陸海空 後備軍艦 金衣連勤 等等 我們所有的首長軍都在這裡 台灣 從來沒有發生 這麼 這幾年來從來沒有發生 這麼危急的事情 而且 這已經 影響到 我們漁民的整個的 生活的潛力了 這個會 會產生很大的抗爭 今天 政府不作為 讓漁民 自發性的 發動遺傳 前往 我想 這個已經在 關閉 民怨 然後引起 為了求生存 去做這些事情 國防部 必須 舔田鎮的來看這個事情 不能 好像都交給 我們 只有我們海行署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們今天下午 這個 參謀總長跟副總長 都會進駐在恒山指揮所 今天都會進駐 那你能保證今天不會下午 到明天不會發生事情嗎 他們進去就是 預防問題的發生以後的處置 他們第一線就可以 在這邊做各項的處置 那如果我們移民要登島 你保不保護 移民 登島的情況 第一線是由海巡署來負責 我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萬一發生狀況 我們要立刻的處置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指揮權責提升 我們移民很可憐 今天 國家應該做的事情 他們逼著他們自己要來做 所以國防部 應該是跟海巡署是一體的 是 所以我們今天相關的聯絡官 已經派駐在海巡署裡面 有任何的狀況 我們第一時間會相互的支援協調 那我請問你 部長 是 我們需不需要驚演一下 驚演 今次演習啊 我們現在就所有的各項 規劃一下好不好 給委員報告 今天我們所有的征詢兵力 都已經就定位 大概是怎麼樣就定位 陸海空都有嗎 我們今天主要以海空軍為主 空軍有 是 那海軍呢 海軍有啊 海軍也有 是 好 我是希望像 類似各後備啦 金衣啦 連勤 大家前面動起來 當作一場 台灣面臨一個空前的一個浩劫 這樣的一個狀況來做處理 讓我們的移民 能夠 安心的在那個海域捕魚 也讓這次的海釣 這個保釣的這個 賦予的行動能夠很安全的回來 我想 這個 將來呢 也希望說 我們國防委員會裡面呢 所有的委員能夠支持 讓我們國防部齁 來規劃一個金式演習 來邀請我們所有的委員 一起來參加 看看我們 政府是不是有那個 魄力 來掀釋這樣的主權 讓國際時間知道 我們政府是有作為的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